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超A彭于燕 冲浪不用在各地找彭于燕 逛B站就由我本人彭于燕等你 超A彭于燕的B站冲浪季 彭于燕体验B计划独家定制的冲浪环节 每完成一环节将为电影热带往事赢得10秒安利时间 PART 1 冲浪版司标签 我会给到你 然后5个标签是B站的网友给你的标签 然后你挑选出其中比较感兴趣 或者你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意思的 然后挑选出来我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看下面的问题 什么叫做信息数炸裂是什么意思 就是信息数就是形容你非常有男性和耳朵的意思 哦 彭于燕我缠你身子的内心偶尔是什么 哪一部分啊 哪一部分啊 今天现在有接受过那种比较粉丝 比较爱意的这种行为吗 男生女生不太一样 女生就会说要看身体啊 这是我们能免费听的吗 我就会觉得不太好意思 这么多人不太方便 改天吧 宣传结束再说了 那男生就会说 就想要跟我比身体 你过来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表情 再挑一个看一下 一点技能 什么叫一点技能 比如说我比较谦虚说我只有一点技能 但是其实你不是有很多很多特长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意 改成了意就是特别多的意识了 哇 谢谢 谢谢 我没有那么多技能 哦 没有那么多技能 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 瘦了一点 瘦了一点 学会了一点点怎么修冷气 一起来看看最帅冷气工的学习视频吧 首先他自己在准备这个角色上面 花了特别多的工作和努力 他就跟着一个空调师傅 到处去修空调 他是真的去体验空调师傅的生活 告诉你他 还是做一些习惯 你做的什么时候像吗 我想知道如果我让你分享一个 修空调的专业知识 就是你的时候就来了现在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那个时候的冷气跟现在冷气已经是不太一样 冷气工王学名的冷气课堂开课啦 现在冷气应该都有分所谓的外机跟内机 但以前的冷气就是一台机就是一台 所以如果坏掉的话 现在的冷气坏掉比较难修 以前冷气其实比较耐用 所以我家现在还有一台 一台我从小学三年级用到现在 还没坏还在用 你可以继续用 黄晏玲啊 他今天结婚了嘛 新婚快乐 谢谢你 他就是很凡尔赛啊 他跟我讲说他就是凡尔赛的代名词 哥 我 就是凡尔赛 他就这个意思 你不要过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什么 请说出自己还行的三个特质 我长得还行啊 还行真的还行 我的体能还行 我的食量还行 平时就会说长得还行 同意这个才叫长得还行吗 所以就会说这个才叫法尔赛 你不要听网页你说的话 然后你在被电影那个 歌带网视的官位有吐槽 你在拍摄现场有大型的法尔赛行为吗 我一只手呢 一只手 一只手我画得太帅了 我一只手真的很帅 我想稳一点 稳一点 你一只手啊 我也不知道他 我有讲那个话了 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我讲那个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人这个枪可能第一次拿 所以他不太会清楚怎么用 台湾可能说拿单手拿枪 但我就想说我单手拿枪 会让我自己想到别的角色 会让我自己想到别的角色 对对对我会觉得我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角色 会不会我自己都跳戏 那观众会不会跳戏呢 然后就被大家讲说凡尔赛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标签看一下 Skull很人 为了热带往事受到这个疾骨扑出 对自己下了哪些痕着 吃素了 然后就也没有锻炼 就跑步做很多油氧 发这个飘花的时候 陈慧有让你给他发减肥心得 你给他发了吗 我有跟他说啊 我说认真的嘛 就后来他说他真的需要 因为他说他受伤了 但我跟他有说你可能少吃一点 少吃点 我太烦了 最后一个标签 人间清醒 演员会因为外貌限制导致戏路窄吗 我觉得会啊 其实很多时候导演 如果就是说就拍戏来讲的话 导演会希望找一个他觉得 比较符合他的 他对你的印象他觉得很符合 所以他就可以相信说 OK我一半的工作可能已经 比较轻松了 我只是想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跟上你们的脚步 所以我要赶快多学习 那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B站特色文化吧 在B站搜索彭宜院的视频 哪首歌的视频播放量是最高的 A 处处文 B 可爱送 C 追梦四指星 我觉得第三个吧 诶 你猜对了 这个在我们这个播放量有超五百多万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 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处理 谢谢谢谢 第二个 如果我在B站观看电影 热带往事的片花视频 以下哪个行为是正确的 A 一键三连 B 发付弹幕介绍影片背景知识 C 施下案例买票进电影院 D 以上皆是 D 你再讲一遍 A 是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的意思就是在B站 我能喜欢这个视频 我投币点赞 我喜欢吧 哦 如果有人用彭于燕来形容一个男生 彭于燕这个词变成一个形容词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爱练吗 我给你看几个评论 你看完就知道它什么意思 好好好 来 各地彭于燕请注意 这不是演习 这不是演习 前方高能 方面促行 我觉得这张脸很一般 毕竟自己照镜子 从小看到大 也习惯 为什么他会讲这个 这些评论都是在你的视频底下会有的 哦 真的啊 哦 博主我要举报你 未经允许就发布我的视频 侵犯了我的肖像 哦 OK 所以他发的是我的视频 博主发了我的视频 然后他就说 这是反正我平常就长这个样 然后第二个人就回应 回应说 你侵犯了我的肖像 年轻时候的彭于燕的颜值 就连我都要避其锋芒 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还认识我自己的 我敢播你敢问吗 来一碗抹茶 对于这个李B站知道多少呢 我对于这里知道的一定没有 就是各位 各位大大是不是大大 各位大大对 各位大大知道的多 我小鹏还年轻 我还需要多多学习 阿波罗尼亚 什么时候进主拍戏 我不知道我最近都失业了 我最近都失业了 这种粉丝叫做事业粉 就是你的事业粉 就是每天都希望你在工作 开戏然后就很着急 哎他怎么还不接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OK 我去安排一下 或是大家觉得有什么合适的 也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去 去努力去争取啊 我可以去面试 我可以去争取啊 我是个演员 我可以去 我什么都可以演 给我机会 各位大大 各位博主 有没有要当导演的 找我找我 B站大大请注意 B站大大请注意 有一项找彭于晏拍戏的素来 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 找我找我 旋律如师 Eddie哥哥 拍热带往事的时候 瘦了那么多 有没有很想吃的东西 要是遇见想吃的东西 会怎么办呢 是克制自己不去吃吗 我感觉如果你碰到自己很想吃的东西的话 你就去吃就好了 没有关系 你又不用演 王学民你不需要做这些 你就去吃就好了 没有关系 但那个东西希望是能吃的就好 不要看到什么都吃 可以吗 小于凡子 Eddie你是如何理解热带往事 王学民这个角色的 演绎的过程中 这个角色设计了什么 小动作吗 这个戏是18年拍的 那个小动作其实我也忘了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是 三年前在疫情前 你对很多世界的想法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你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是有自己的看法 但疫情过后再看的时候 也许我不会这样做也许不会这样演 会有一个新的演绎的方法或想法 各位B站的网友们 希望大家这个6月12号的时候 有这个电影叫做热带往事要上映了 我在系里面扮演的是叫王学民 他是一个犯罪悬疑片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类型 角色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零号导演监制 温室培导演拍摄的这个热带往事 请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 你知道这个案例特别像那个 就是电影的那个偏方工作人员很正式 那通常B站如果要宣传的话 应该要怎么说比较好 B站 好难 消除紧张 消除紧张 OK 经过一番学习后 各位大大 各位博主 这个戏呢 不会太凡尔赛 是由我主演 如果大家看完以后 想要再创作的话 可以剪一些视频 然后可以add我 然后让我看看 看看你们想象的热带往事 或是你们的热带往事 有什么故事想要说说的 我也来看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